刚刚我们看到太武村已经全部迁村 但是村里的派出所却没有跟着迁走 许多人以为空城里的派出所一定很闲 事实上这个派出所不但不闲还相当忙碌 因为太武村位于北大午山口 许多的登山客都会从这里进出 所长中村民一人管一所 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揽在身上 他还自己爬山接水管 供水给登山客使用 简直就是大午山口不打烊的便利商店 前些日子所里缺水 登山客使叫苦连天 所长一个人扛着大塑胶管 上山抢车管线 记者跟在后面才知道 这趟路走得有多辛苦 太武村已经迁村 但是村里的派出所依旧在原地不动 留守的所长中村民一人管一所 校长兼壮忠 这阵子所里停水 中村民收拾好装备 准备深入水源区 检查管线是否漏水 这水管要上去接的 对 要拿上去那个水源地 水源地捡水的 我自愿的啦 扛着好几公斤重的大塑胶管 入山之前先向大午山神祈祷 今天要去寻找水源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希望你们都给我智慧 你们就往地上 滴水源地上 用木棍 合脚 挖洞 一边挖 一边爬 这个时候一定不能多嘴 这个很陡耶 对啊 就是从这里上去 所以我要铲出一个 直接出来 有的人以为我是在攀岩 这样就OK了 这样是安全的 那你有摔过吗 当然因为有啊 我看你不要一直讲 搞不好等下就摔倒了 这一身异于常人的飞檐走壁风附 中村民其实是到太武村就职 才练出来的 这位在排湾族聚落 担任人民保姆的客家检察说 以前很讨厌爬山 没想到现在要天天爬 太辛苦了 辛苦 辛苦 有点辛苦 我们的服务很好 辛苦 辛苦 我们修理就要这样爬呢 那我沿途会煮 有一些草草 有什么功能 这应该不会有幼花吧 这里没有 目前还没有发现 这可以熊吗 没有熊 有发现过山珠 山珠喔 对 大概在十分钟就到了 你没有这样子讲 永远到不了 不是偏冷 这是善意的 不知道走了多少个七分钟 隐藏在大武山林 一千两百公尺高的水源区 终于到了 到了 这个全部都断掉了 所以石头砸坏了 还有这里 这里全都脱落了 这个都断成这样 好 尽量身体往下 不能够站太高 好 再上去 你再上去 再上去 好 对 好 这样 开工之前 钟所长先深火煮汤 帮骂他的记者们 补点元气 大家喝个热汤 哇 好香耶 上花汤 嗯 上一茶 来 坐这里 等一下有个种子 谢谢 好棒 山里的雾气渐渐浓了 想在伸手不见五指之前 管子得赶快接好 这个水吃不完了 肉汤 下来 有了 有了 来 丢 来 这边 好 好 安落十二字 我会谢谢 所长这样对我们运转的 超过 想牺牲他的假期 过来山上这样子 我也蛮感动的 所以 所长这个声音 就是水顺利流过去 对 水有清卦的水的声音 那他这声音应该很开心 对 这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山有用水无欲的 所以这样慢慢滴回去 到派出所走十公里的管线 晚上就有水了 晚上顺利的话 听到水管里流动的水声 中村民心满意足地下山了 天刚亮派出所前 脚踏车队和登山队全来了 也就是为了服务 保护入山而来的男女老少 派出所没有跟着部落迁移 中村民也甘愿一个人 住在大乌山口 成为24小时不打烊的便利商店 从着水 供水 非罹难者的遗体下山 到各种疑难杂症 他从不拒绝 只要山上有任何游客需要服务的 我们都会帮忙 那之前也有那个游客的狗 带游客爬山走湿了台南的游客 那我也继续上去帮他找湿 还有游客打电话下 也没有手电筒 对 因为希望说游客 能够爬山的时候 能够登山的装备要齐全 所以你等于是 北大武山口的7-11了 有需要我就会来 我打电话我就赶快看到 只是一个人的山居岁月 一个人煮饭吃饭 说不寂寞是骗人的 还好就是中午吃的跟晚上吃的 大概就是一样一次煮两餐 还好热情的山友经常探班 好热情好热啊 出来啊 三八分来啊 好香喔 我们现在派出所的位置在这里 这是我们忠孝所的辖区管那么大 直接到中央山脉跟台东的金峰巷 为交界区 半个泰武厂的面积 都是派出所的管区 在没有村民的村落担任艺人所长 中村民一点都不轻松 但是这位大武山口的守门人乐在其中 他说这份工作让他更懂山 更懂人生 更懂得如求奉献 听他还有没有水声 快乐的感觉 很容易 已经能重新的 謝謝所長